周六,习近平开始了作为中国国家主席的第二个任期,在他左右的,是新担任国家副主席的王岐山。 尽管王岐山名下没有任何其他头衔,但他正成为习近平强有力的助手,并可能在贸易纠纷方面如何应对特朗普政府有强大的话语权。 中国共产党控制下的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一次严格控制的象征性表决中通过了他们两人的任命。 之后习近平与王岐山握了手,习近平以2970票全票当选国家主席,王岐山得到了出一人外的其他所有代表的投票当选国家副主席。 王岐山之前曾在党内负责反腐败工作,并因此受到人们的钦佩和惧怕,我们都拥护王岐山出任副主席。 中国东部浙江省代表方剑桥在投票前表示,他和习主席的搭档可以更好的促进对外交流。 他说,同时对反腐畅联也是很好的安排。 在中国,国家副主席一职并不具有内在的强大权力。 上一任国家副主席李元朝早已淡出人们的视线,先下述的腐败丑闻让他蒙上阴影,而且人们普遍认为习近平看不起他。 但王岐山看来已经做好打破这种局面的准备,他将成为习近平有影响力的顾问和政治护航者。 周日,习近平从全国人大获得了修改宪法的认可,修宪取消了对国家主席和副主席两届任期的限制,让他和王岐山在理论上能够在未来至少十年继续掌权。 习近平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王岐山是习近平核心圈子里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国家副主席的职务让他能够保留一个正式位置。 曾在北京的清华大学担任政治学讲师的吴强说,他现在从事独立的研究工作,即便在美国,副总统通常也是一个理性的职位,就是一个替补。 吴强说,但王岐山将为国家副主席的作用增添实质性的内容,修改后的宪法提高了国家主席的地位,国家副主席也将从中受益。 党内人士和专家表示,习近平想让王岐山起顾问的作用,可能是在照管经济政策和反腐败的努力上,以及在管理与西方的关系,尤其是与美国的关系上。 特朗普总统已经在考虑对中国采取严厉的贸易制裁和投资限制,王岐山看来很可能会,在管理美中关系方面起主导作用。 曾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担任中国事务主管,县卫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的瑞安哈斯说, 王岐山将与中国外交部前官员杨洁篪一起工作。杨洁篪已于去年被提拔进入有25名成员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王岐山将更多地在一种战略层面上工作。 理论上讲,就是要帮助保持美中关系不要脱轨。 哈斯说,但王岐山在影响中国对美国的贸易政策上,可能会在中国政府内部遇到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 刘鹤。刘鹤长期以来一直是习近平的经济顾问,预计将在周一由全国人大任命为中国的四位副总理之一。 王岐山带到工作中来的,将是与美国政客和商界领袖建立的长期纽带关系。 他认识的华尔街高管包括曾担任高盛总裁的约翰·桑顿。 桑顿去年曾帮助安排王岐山与特朗普前首席策略师斯蒂芬班农见面。 王岐山还曾帮助指导了北京与华盛顿的贸易和投资谈判,当中国领导人想要了解市场和全球经济时,他就是他们要找的人。 曾在乔治·布什手下担任美国财政部长的小亨利·鲍尔森在2009年写道,鲍尔森与王岐山很熟,他是个爱国的中国人,但他了解美国。 但中国官员在试图与特朗普政府进行谈判时感到挫败。 哈斯说,目前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王岐山会获得成功。 尤其是如果副总统麦克·彭斯不以对等身份,出面应对紧张局面的话,特朗普事实上很重视充当引导美中关系的驾驭者。 哈斯说,所以,我觉得王岐山对美中关系的影响仍是一个尚无答案的问题。 尽管许多人大代表都对王岐山的敬声表示欢迎,但他的当选也显示了习近平为了能够巩固权力,而把值得信任的支持者安排在自己周围,是如何改写了政治常规的。 从2012年年底开始,王岐山担任了五年的中共中央纪律委员会的领导。 在此期间,他一直在贯彻执行习近平发起的无情打击腐败和政治态度马虎的运动。 党内消息人士去年曾表示,习近平有过让王岐山保留党领导人的正式职务的念头,这会打破一个不成文的规矩。 那就是在中共召开代表大会任命新一届中国高层官员时,年满68岁的官员应当退下来。 不过当时没那样做,现年69岁的王岐山在十九罢上卸下了他在党内的职位,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基本上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 但事实证明,习近平对王岐山仍有打算。 今年1月,王岐山被任命为全国人大代表,这表明他的职业生涯并未结束。 我觉得,习近平能否在未来五年取得成功,并顺利过渡到第三个任期。 在这个决定性的问题上,王岐山将起重要作用。 北京的分析师吴强说,我相信习近平认为,未来仍有很多挑战,所以王岐山作为一名顾问被留任。 习近平和王岐山第一次见面,大约是在50年前的文化大革命期间。 当时他们都作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从北京来到中国西北农村的一个贫穷,尘土飞扬的角落。 王岐山所在的公社离习近平所在的约有80公里的距离。 习近平曾说,王岐山在他那里住过一个晚上,还拿走了一本经济学的书。 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放松,对经济的控制之后, 王岐山放弃了在一家国家研究所当历史学家的位置,成为农村改革方面的专家。 他在北京城里骑着一辆日本摩托车。 这在当时的北京很罕见,王岐山积累了经济政策方面的经验。 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他在一系列越来越重要的政府职位上不断晋升。 他化解了金融危机,认识了华尔街的金融家。 2003年,他被任命为北京市市长负责应对非典, 及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 他之前的北京市领导隐瞒了改流行病的疫情,导致病毒蔓延。 自2008年起,王岐山担任了五年的国务院副总理。 在与美国进行贸易和投资谈判上,他是一名重要的谈判代表。 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 王岐山还担任了一个负责设计中国应对措施的官员小组的领导。 但王岐山并不是一个经济自由主义者。 你曾是我的老师。 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记王岐山曾这样对他说。 我们不敢肯定是否应该再向你们学习了。